在南亞發電廠 多個關鍵地點都鋪設了防波堤 以及加裝了大約2米高的防控場 減低因為風暴潮和月堤浪 對發電設施可能帶來的影響 在今年內 發電廠內的近海位置 都為加裝可拆除式防控閘 而這批新落成的燃氣機組 地機高度也都已經全部達到 主水平基準以上正7米 高過2018年 超強台風山觸襲港的時候 港島東部港燈設施錄得的水浸最高水位 正5.45米主水平基準 港燈說有信心可以有足夠的能力 應對去到2100年 由惡劣和極端天氣帶來的挑戰 其實我們定這個正7米 其實都是根據一些科學的指引 聯合國IPCC的研究報告 再加上土木工程署的研究報告 和我們自己顧問的研究報告 這裏也都已經包含了 在極端天氣底下 那個海平面的升高 和月堤浪 和接下來的碳排放 令到全球暖化的海平面升高的因素 根據這些科學的研究 我們有信心 正7米應該可以去到2100年 當然如果有些更加超出意外的那些 就不讓人能夠擔保 港燈又說會定期收輯樹木 在每年封季之前清理雨水渠 並且定期安排一些演習 提高在廠人員的應變能力 而在天文台發出3號強風訊號之後 也都會安排足夠營運操作 和維修的人員當席 確保發電設施的安全和正常操作 香港電台記者 廖盈雪報導